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杜悠 他们两位三番棋要争高下 前两局又下成平局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第三局就特别有意思 行 别的话我们慢慢聊 现在我们就先进入棋局 那么黑方是我们中国的陈耀叶九段 白棋是韩国的朴永迅九段 我们来看他们这盘棋 这盘应该是重新拆先了 重新拆先之后陈耀叶是黑棋 陈耀叶是小木 是小木 对 陈耀叶是黑棋 他下的小木 是 行 看样子应该没想下中国流 是不是 王老师 对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黑棋第一招下的右上角 这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礼节 但是它是这样 它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东西 不是盘上的法律 如果谁 我下棋就不想下右上角 其实我觉得也拦不住你 这样也行 只不过大家一般来说下右上角 右上角下小木是朝外的 白棋呢 对 白棋这个位置 就是把黑棋往这个方向赶 对 就是说允许白棋下的时候 一招棋下到人家黑棋的右下边 这个是以前议论过很多回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让对手有点不舒服 因为想象一下我的棋盘正对面 它下到我的右下角 是 是 是 它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 就是说白棋呢 允许白棋是可以这样的 因为黑棋已经先下了一招了 白棋允许这样 但是陈南刚才给大家说到的 你下到人家的右下角 人家不太舒服 是不是 但是换过头来说 把这个话翻过来说 当黑棋在这儿下的时候 实际上也下到了白棋的右下角 是 因此我觉得围棋盘上的这种感觉 它不是那么准确 不是那么精确的东西 但是这种感觉很好 它就是叫什么呢 与人方便的时候 你自己就方便 是 你对人家无礼的时候 人家没地方选了 人家下的指让你也不舒服 所以这个味道也很有意思 白棋二连星 对 这是盘外的东西 然后黑棋中国流 白棋左上角挂 对 很快出现一个流行的话题 这个话题我今天要给大家稍微聊一聊 那么下一招棋白棋点角 直接点进来 对 这个点角啊 王老师 应该在我学棋的时候 好像一般没见过这样直接进来的 对 那会儿没有 那会儿没有 后来呢 这个年轻人 慢慢发展过来 对 他们就更新了 开发了很多新的下法 故事很多啊 今天我简单给大家聊一点吧 因为之前呢 我们在咱们这个棋牌乐节目当中 已经给大家介绍时局的时候 最新鲜的棋局 已经三番五次的出现这个棋型了 我当时给大家做了推荐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棋友喜欢战斗 喜欢跟上时尚的人 那么你就下这个 因为职业高手都在下这个 是吧 如果有谁感到自己的力量不太够 而且说我下棋要从长计议 真的要拐吗 那就拐 就这个拐呢一点都不损 尊严不损 这个实地也不损 感觉被嫌疑了 对 感觉但是不一定 它因为什么呢 盘上东西很大 对 盘上局面很大 大厂很多 没关系 就简单定型 马上你就抢占 你认为的更大的大厂 这个是可以的 两种下法都行 都行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重复一下 这个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它斑 这个是现在出现的非常多的下法 年轻高手 实战也是这样 对 它飞 然后黑棋挡住 这个是一定要靠下来 王老师 对 这个时候 因为它有这个指 所以现在要靠 如果没有这个指 还没关系 有了这个指之后 一旦这个头被它撬起来 这个指的位置 它就很难 有点尴尬 对 很难证明它很好 但是它也不坏 实际上也不坏 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有了它 黑棋几乎就是要挡住的 必须挡 对 你要挡住 黑棋战事 对 就是这个变化当中最具价值的一招 实际上就是白棋这个加 这招棋在过去的年代当中没有开发出来 那会儿没有下这个的 那过去大家怎么下的 没有过去下成这样 白棋就是画一招棋把它做活 就一冲一接 对 就是下成这样 再把这个沾上 沾上 那么由于过去考虑到白棋活完这个之后 黑棋就算用任何方式补一招 那么白棋就等于是进了一个角 进了一个角 过去就觉得你过早的进角并不见得好 所以把这个变化就否决了 后来他们年轻人们就开发出这个下法 我觉得距今大概有三年左右的时间 就是加 加一下变化就变得非常有趣 然后我们大家见得多的城南 是不是黑棋下一招就是搬 就是搬一路了 对 如果立的话感觉就是便宜了 这个就恰恰是我想说的 我们看到很多职业高手他们都在搬这个 对 这变化很多 我确实没有办法在这给大家猜得很细 因为我们一盘棋内容总是有很多的 所以这个搬大家如果要下 都是跟着职业高手下就行了 跟着潮流走 但是刚才被承担否决的一个例 我大胆预测 再过些时候就会有人下这个例了 是吗 就这个例是完全可下的 它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白棋这一家黑棋这一例 你是不是觉得白棋便宜了 对 对 白棋便宜它体现在什么时候 它体现在必须这一代有子的时候 这个家便宜了 假如什么时候出现变化 你这两个子被人家吃掉的话 这一加一例你就亏了 还损关子了 损关子了 损的变化了亏了很多 所以它加完了之后 基本上白棋就要选择某一个时机 也许是现在 肯定是要拆回来 也许是一定要拆回来 但是一旦你用任何方式拆回来之后 右上角的故事就变成什么呢 它变成这样 黑棋搬 你必须挡 对 黑棋 你必须接 这一点 对 再一点 你说怎么办 你只有挡 然后它再拐 你只有挡 是不是 那么脚上就变成这个 请大家留有印象 因为我们不能在这个局部停顿太长的时间 只能很写意地缩到 好 成为这个形状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就很有趣 黑棋 第一个它现在可以不走了 它不走了 为什么你这个冲断没有呢 为什么你一冲断 成长你下一招下在哪 这个不行 你摆上去给大家看看 走这 一扑双脚吃 是不是 不行 所以这个冲断没有 这个冲断没有就意味着脚上也不干净 还有黑棋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打结 你也摆给大家看看 黑棋 黑就可以打结 就怎么样结杀白棋 下一步 一扑双脚吃 是不是 不行 所以这个冲断没有 这个冲断没有就意味着脚上也不干净 还有黑棋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打结 你也摆给大家看看 黑棋 黑就可以打结 就怎么样结杀白棋 下一步 粘瘦 您提掉 然后我再尝一下 对 这个是一种 粘提掉 我尝这个 尝一个 还有一种更干脆的 粘都不要粘 粘就不粘了 就是什么 本身这一扑 是不是就是结 直接就打结 直接就是结 你又不能结 你结后手死了 受不了 因此在这个棋型出现的时候 当白棋什么时候 想要缓解这个扑的压力 要跟黑棋拼命的时候 他一提 他希望你走什么 他这不是就有冲断吗 当你提的这招棋一瞬间 他来打结的时候 别的复杂变化不说 我只说一条线索 各位就明白了 结一旦白棋打输 我们发现他不仅仅是死了 而且这是多放了一招棋 被黑棋全部薅起了 提起来了 好了 有了这个印象 这个变化大家留一点印象就行了 不能帮助大家把这个地方搞得特别娴熟 留一点印象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切磋 总而言之 我就说在这个现在职业高手下的很多的这个变化当中 实际上还有一种沉默寡言的下意 可以立下来 是可以立的 白棋呢 他如果说感到走这个被人家一搬 那个有点难受 他可以考虑 那你有补锅吗 甚至还可以尝一下 尝一下 也可以 就接上 哎呀 可以棋 两个刀把捕 是鱼形 但是他下一步一搬 你是近死 所以你必须补 补齐 你补完那么他如果补你再拆回来 这个白棋很好 是吧 两边走到了脚也活了 是 可是人家黑棋说我不会下围棋 我就知道你这招棋不见得便宜 我走这个 你这不补齐了 对 你一断他就拐 这怎么了 这战斗总的来看黑棋还是人多 所以黑棋不怕 当初是黑棋的中国流 对 因此我就说到这 这个下力沉默寡言不表态 就下力 这个下法有 然后我们再看实战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现在大家应该都是斑的 现在流行的是斑 斑斑 顺便解释一下 斑斑由于脚上留下一个这个 它也许是先手 也许不是先手 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 就使脚上白棋的生存状态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刚才我们摆的一路斑了 再充点的那下法就不成立了 它少了一气 因此脚上白棋 它的活力就比刚才强很多 黑棋在这的话 对脚上压力会大一些 大多了 很人显的 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实战 一般白棋拆 对 拆这个 这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下法 黑棋 对 虎这个 接着我们看白棋 黑棋这个也有接在这的 也有接在这 我看陀加西就这么下 对接在这下一招要把白棋在脚上拍死也拍不死 等于你一般是可以欺负他 给大家看看 一般但是他待会有力的牵手 他对棋没死 他可以活一半 那么你这黑棋就有点不愿意 怎么说呢 不愿意很早去接 当然也有这个下法 实际上是下这个 下这个也有 白棋走这个 这个局面现在出现了很多 非常流行 对 我们陈亚叶和朴永迅 因为他这个是第三局 第一局陈亚叶赢了 其实续盘应该是不错 但是后来朴永迅翻江倒海的 在这角 就局势角的很乱 胜负一度说不清楚 最终来陈亚叶赢了四分之三子 赢了四分之三子 对 第二盘朴永迅确实就速胜 对 速胜 然后进入第三局 这个确实是意义比较重大 他们两位 齐峰总的来说是属于那种 力量 具备的力量很强 但不是经常使用 他们都是在下平稳格局 然后意运深远的 感觉到像功夫棋 对 这样的棋是他们最擅长的 这盘棋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 很快就出现那样的局面 是 像成这样之后 特殊的定型 以前咱们在齐开乐节目当中 相同的棋局 开局有的 我给大家介绍过 白棋除了飞 还有一个下法 就是哥伦布素鸡蛋的下法 就是黑棋在这一代纠结 它为的是这个模样将来的壮大 所以哥伦布素鸡蛋 怎么素呢 就直接把它模样给它破掉就行了 不理它 脱鲜了 对 走这个 这以前给大家讲过 那么你要尖聪 你尖聪它 你要横爬它就顺长 是吧 你要素贴 它就一打 还要贴下来 对 这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直接就给它破掉了 因为你要搬头的时候 它先搬二路 再搬四路 对 先搬二路 再搬四路 使你这个只要断不了就行了 它这块绝不会死 一断它再一单机 这样你就阻止不了它活棋 从战略思路上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直接把它的大本音给它打破 给它压缩了 就完了 这一代你看 你走这个黑棋走这个白棋不理它 难道在这种情况下 白棋不理它 这个棋子会死 或者这三个子就会死吗 暂时可能没什么问题 大家一想怎么会 总的来说还是白棋人多 是吧 行 这个是过去给大家介绍过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局它就硬了一个 硬了一个 这个相同的模式太多了 陈彦岳自己在前不久击败李适时 夺得这个村南碑的时候 但是它是白棋 对 其中有一局跟李适时是立场不一样下过 那么当时李适时也下了这个监聪 对 它是有实战的 有实战的 但这个变化也很多 总的印象 小老师 我这个地方扭一个子了 可不可以考虑坚顶呢 坚顶 这个坚顶主要还是他这人多 这个把拍机撞后了 对 让他的速度比较 往中间进军的速度比较快 这样呢 他可能觉得不太好 但是我认为也可以下 你看下成这样 不仅仅是这样可以下 陈达我在给我们观众的朋友 就是说受他们年轻人的启发 什么启发呢 他们现在行期非常自由 无拘无束 没有任何条条框框 受他们的启发就发现什么呢 过去我们认为不行的东西 不一定 所以你看这个家就是这样 都颠覆了很多理念 现在这一阵 首先陈达你觉得白棋感受怎么样 就被您这几下好像我这个不想好奇 不想好奇是吧 有点压抑是吧 对 但是不不一定 白棋说我火了 我也不会下围棋 我走不好不走 我也真确实 你再看黑棋下一步你再怎么吃 等于你黑棋围了这个空 你围成这样就全部是你的空吗 我在这放一个纸 你就把我全吃光了 也不容易吃 我们换位思考发现也不一定 由此我主要是想给大家报告 我们围棋是一个自由天地 很多棋都可以下 错棋都可以下 就是这样的 围棋如此它才有那么高的价值 才有那么大的魅力 你用简单的正确和错误来界定围棋的话 就是非常狭隘的 这显然不是我们围棋的真正的内涵 好 我们理解的这一点再来看 所以围棋才好玩 行 直接小飞 走这个 对 黑棋还是下这个 这围棋内容非常多 我们接着看 这个贴就不说了 都是正常的 转起来还在拐 对 这都是正常的 一般 对 成年月退也是 一般来说还是要连班 他就退 他们对这些都很熟 所以什么棋都想试一试 尤其是我觉得这盘棋 我给大家报告 就是成年月九段 我认为很可贵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敢于尝试一些 明明觉得比较慢 比较缓 力道好像不够的棋 他敢在决赛当中尝试 这都决胜局了 还是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自信和勇气 而且我们从现在职业期间的潮流来看 因为大家都是战士 每个人都是杀力很强 都是在比什么呢 比在很短的时间当中 谁计算出错 你如果出错的话 你刚才有很多优势是没有意义的 都在比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期就是时间短 所以大家都练就了一生武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谁能够很冷静的思考一下和平的价值 能够思考一下不战而胜的话 我觉得显然是很有价值的 因此我们从这盘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陈耀叶和朴永逊他们两位也是高度相知的 他们两位的棋都是什么呢 待会我们可以看到 一块棋说活了没活 说死了也没死 然后一块模样 说是空 它又没有为好 说不是空 待会忽斥忽斥又可以走得很大 他们两位都在尝试这种围棋境界当中的似是而非的东西 虚无缥缈的东西 感觉这种棋是最难下的 也很难下 当然刷大龙的棋也很难下 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欣赏这盘棋的一个很大的价值 因为我们说非黑即白 野手漏这些东西 在围棋盘上它等于仅仅是一个方面 说不定这个方面还不是重要的方面 更重要的方面是那种云山雾罩的那样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味道希望我们以后体会的更多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棋长 黑棋一路都没有搬 对 那么白棋再贴 我们接着看 先剪一下 交换一个 黑棋再长 有些变化我就没法说了 比方说黑棋刺一瞬间白棋长头是有的 你咔嚓一段它就拐头 最简单 把这三个子似时而非的弃掉 拐过来将来有这个尖顶 但是变化就不白了 那么它这个算正常 正常在飞出来 黑棋曾要夜市下一招照 是吧 天上突然一朵乌云飘过来 云山雾涨 是不是要下雨也不知道 那么它是一种式的感觉 不敢说说就是高空作战 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 第一个 这块棋死的活的 白棋它要是必须要堵这一把的话 它说我让你连走两手 你能把我吃掉我算你本事大 所以你也不好吃 你比人连走两手正常的 你飞成这样 你说白棋这块就死了 怎么会死呢 它这二楼一踹不就活了 所以说它死吧 它不死 就说瓜一下 然后你说这个地方 中国流的大美银是空吗 不见得是空 待会人家周围走好了进去 你不见得是空 你这儿 因为有这么多棋子 两翼还要张开 你是空吗 也不见得是空 也都是虚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尝试这种东西 这感觉很好 这个很好 非常遗憾 不能把这些味道一一的给大家 每一个线索都总结得很清楚 我们来感受一下 总之走这个 如果要说总的印象 常常是这样 总的印象我认为还是白棋这一方要好一点 白棋 因为黑棋先行一步 下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出它有什么硬指标是很好的 比如说你有一大块空 没有看到 因为你先走一步 是吧 我感到如果我选 我觉得这个棋还是黑棋风险大 这个是不是容易落空 对 但是陈阳玉九段它就是要尝试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陈阳玉九段它最近成绩也很好 如果它确实它是在做这些尝试的话 期待它在大家都是骁勇的战士这个阵型当中 它能够独树一帜 有点别的东西 陈阳玉它最近成绩好 可能就是因为它尝试这个棋风的转变是有一些关系的 因为以前我们叫它钻山豹 就说它的棋喜欢边边角角地铁流 但现在它比较重视这个大局 棋有点往上扬了 往上扬了 行 这个见仁见智 看齐 那么白棋下一招等 对 黑棋挡住叫吃 这个不能提吧 王老师 对 这一棋被它一冲再一打 这个形状就怪了 提被冲过来 所以这个接是对的 下一招棋 朴永迅 补脚 有10%左右的不存这招棋 补脚之前它应该先提 先浇 这一提黑棋很难去吃它 因为你要用任何方式吃它它特意就是先手 不然它又要活 你还得吃好白棋这个地方全厚了 刚才你这招棋可以用四个字来说叫张牙舞爪 是吧 这个显然就不对 因此白棋这个提是先手 黑棋一定是 然后你再做活 这个故事看起来小 实际上不小 也许最终对这盘棋的胜负有影响 它是什么呢 一旦这个地方将来出现什么事情 是吧 它来飘你 你又不硬 它又下去了 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么你一提 它一提 跟这块鸡眼味有关系 你将来这儿是可以活 有个妙手可以活 我们大家也都懂 是吧 陈南把给大家看看 是可以活 局部活气了 但是你局部活气 人家这个站是先手 它这儿就直接给你靠断了 你这个棋型的缺陷就出来了 它是已经拐了好几个弯了 这个变化 但是这个仍然是棋的它的味道 总而言之 白棋顺手先提一下 是先手这一点 它非常重要 它应该提 但是它没提 直接粘上了 直接粘上了 那王老师 这个棋 这个局部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然后后面会有更精彩的故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稍后回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白棋补活 然后该黑棋下 对 这补活很大 那么该黑棋下 黑棋下一招是不是就打入了 对 对 打入 这个都是叙叙化化的 这两个子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然后这一代将来会不会出现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这个地方白棋没有先提 是朴永迅的一个小问题 我们接着看 白棋用呼应的方式 飞好守 白棋走得到吗 我是不是可以先交换 你说黑棋走 当然黑棋走 白棋可能不应了 对 他就说死是不会死的 因为我总是感觉不想让他连起来 人家不见得不活 连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这个地方是一种意韵 他每一招棋既要破控 要想办法对人家有点影响 每一招棋既要破控或者是自己唯控 同时对对方有些威胁 这样的棋就是好棋 那么这个比较务实 你这个就有点悬 因为这个地方还没完全封好 更容易落空 是吧 相对的 行 我们接着看 很有意思 飞过来 很血液的 黑棋跳 白棋这个地方也要跳好才行 但是感觉白棋这两手也很温柔 一直在守 对 他都是两个人 像武林高手两个人老是在那比划 他老不出手 他背后有很多意韵 你看你最早棋如果不走 被他走到这 你比方说白棋最狂的可以走这个 黑棋要是跟着他印就麻烦了 那就不是高手了 黑棋下一招一定是有从这过来 你这块棋脱线就也不一定死 但是一旦你被人家用这样的方式全部连上的时候 也存在着被人家连骨头带肉全吃的 这个地方你连下好几招都没关系 人家这还留着有活棋 你大不了就是破他二十木棋 所以了解到这个再来看 对于朴永迅的这两招 你就可以理解了 那么陈阳夜走这个 这个地方的故事非常好 白棋走这个 就下边飞带来的故事很好 就这个地方 王老师有不同意见 对 或者他内心的一些心理活动 这个棋 就是黑棋本来跳是比较明显的一招 我应该跳二路了吧 对你肯定跳二路 但是这个棋跳完了之后 陈阳夜九 他为什么不愿意 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棋行当中将来他这个肩走不到 我们广大的棋友知道下让子棋碰上高手一般就往回缩 对 但是人家高手是不会的 他这个棋行很怪 就是心卫小飞下跳 这个棋被尖顶 他只要一挤 然后外边再一跳 这个脚上是没棋的 没棋呢 黑棋等于是将来要尖这个变成后手 这个利益少很多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这个逼注看起来大 实际上是边控和中府的势力不能兼顾 白棋下一招最简单一靠就行了 是吧 你这个搬吧 他再一退 以及下边这个控比看上去瘦得多 而中府的外势突然变得有点弱了 是 当他下一招再把这个一跳的时候 你马上要当心 他这个再一搬出来 他要攻你了 因此陈阳夜对这个就不满意 有两个原因 但是毕竟一飞 被人家一出头 中间这个潜地好像波云见日 乌云被拨开了之后 这飞棋俯视没有了 而且毛病就凸显了 对 所以最终有个纠结 那怎么办呢 我是对陈阳夜九段这招起有点意见 我推荐他是下这个 先问 直接到这儿来了 这是个妖怪 这招起有意思 走这个你白棋只有顶 你不能走别的 你顶他再跳 这就行了 你理不理 你不理我下一步我要吃人了 是不是 那么你就要硬 你怎么硬 你现在跳这个 跳这个不对 将来他一尖这里头仍然有加 你挤了这个没用 你飞这个也基本上是没用的 飞因为他长先手 下一步再一飞 你有问题 所以这个棋的本手 白棋几乎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好了 下成这样 黑棋满意了 将来你这个空没有想象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推荐它是先漏二路 先问一下 温影手 这个就有趣了 好 实际上我们看走这个 被白棋这里出去 这个白的布可能跟着下了 这个就跟着下那不是高手 不是一个水平线了 你说你也可以挡 其实也可以挡 比刚才就竖了一圈 是不是 木树少很多 行 白棋从这出去 黑棋拍 暗棋传 黑棋虎 暗棋再拐 这就必然的了 黑棋不能跟着走了 这边只有尖 接下来我们发现 黑棋这一个单棺跳 他花了一招棋 尖在这 没有多少木树 花了一招棋 同时还没有好 所以这个就是说局部问题和周围格局的联系问题 由于周围环境不好 又有空气污染这些 物质生活质量再高是没有意义的 它跟周围是有关系的 好 白棋 朴永迅他是高手 他对他们两位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觉得黑棋不太满意 飞压 他把中间走后 然后自然改变中府的环境 那么黑棋刚才威风凛凛的这些棋子 现在逐渐有点摇晃了 不见得担保 稍微有点摇晃 行 我们看 再爬 这个棋就没走几手 感觉有点攻手逆转了 没有 但是他也不是这么肯定 也不是这么肯定 陈亚叶下的棋 毕竟这些地方还是有钱的 还是有空的 我们接着看下一招棋 黑棋的下一招是不是上边围空了 我看看 所以这个 对 这招棋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陈九段可能这招棋有问题 形势全局形势黑棋还是不错 他就感觉是先捞一票再说 对 他这招棋为什么不用捞在这儿 我觉得 他是不是判断形势不错 因为这个地方捞得很明显 陈亚叶他就有这个 是吧 烤盾 他就有这个 然后咔嚓 他这咔嚓的时候你有点来不及了 你这些漂亮的手法可能有点来不及了 搞得不好 战火会烧到这儿 但是他一定是准备好的时候再下 他盯着你 因为他不怕你这个 普通情况下 这个是很讨厌的 穿向眼 如果他走这个黑棋 你走什么 陈亚 他这个 我觉得感觉 我就从上面来 就给他分段就行了 对 但是向眼尖穿伎俩行 是吧 你不能走这个 不能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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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向眼尖穿伎俩行 十向下缩的 那你就穿这个 我躲着他点下 反正分段 因为他这个地方强 这种子虑多 你当心你将来走了这个 他走这个 你都活不了 好了 我向眼尖穿伎俩行 我向眼不怕你穿 效率就会比较高 所以他走这个 我觉得对白棋的威胁 白棋还不是很舒服 陈九蛋突然到这儿来了一看 这个就差远了 而且这个地方还怪 将来这个地方还是不干净 这个感觉是不是有棋的样子 不见得有棋 有味道 我们接着看 可能陈九蛋当时又觉得形势不错 飞出来 这一飞出来就黑棋有点累 那么黑棋当然不能走了 这个地方不能纠缠 是吧 又捞一下 这块好像是进入人家对方的包围圈了 他难道不觉得有点危险吗 他不怕 他就要置于死地而后生 我们看的问题 有些棋 你比方这块棋 我们大家来看 会觉得你看他又没有眼味 眼味不足 关键是没有木素 所以觉得很难受 可是有的时候 你看到事物要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感到很难受的话 你干脆就换一个角度看 就是说我这个棋放在这儿 我让白棋来吃 他怎么吃我 你会发现他也很难 所以他这个叫马格尔打狼 两边都怕 所以现在黑棋这个飞本身就很大 也是对的 白棋刚才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坚定 这个也可以考虑 但是可能朴永迅还是不愿意 黑棋在这一代什么抢先动手 究竟怎么抢先动手 我也不太知道 他可能怕丧失主导权 他也不会去补抢 就不知道 关键是他的判断中间的后很重要 就是大气 中斧 高者在斧 中斧这一代的气势很重要 边上的时空现在没有看上去那么大 你比方说你坚定了 晨晨觉得很大 待会他跳 你还不得不走 你不连上被他一切开了 这边也不太好 如果你还要连的话 你真的一心一意唯控了又有很多纠结 所以很感谢他们两位这盘棋的尝试 这带来好多问题 人家内心两大高手他想的东西 我们光看棋谱看不出来的 你看你比如下成这样 我问你黑棋搬到白棋下一招 下边要违控怎么下 纠结死你了 我这只能冲了 不好意思 都不好意思 第一个你退 这个关子显然亏了 是吧 他将来一冲还有点这些 你很想把这个连搬 搬住 但连搬又有个问题 他放着不走了 有一天他把你这个纸吃了 对 我担心他这个 你这发拉拉戳不下来又怎么了 一旦他把你这个一吃 你刚才这个尖顶又报废了 是 所以你最后发现我只能走这个 你走这个后来发现不对 这个棋关子亏了 你看他一吃 你一吃 他一提 你就发现这个棋亏了 本来你接上他这个纸在这的话 他这个搬 搬不了 什么时候一冲一搬 这个关子是白起的 对 现在你被人家拔一个 待会他搬你挡 能不能挡还是 还得看劫财 所以同样的行其方向 你操作的方式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方式比目标目的还要重要 就是过去前些年人家说到的 就说这个人的说话 真的还是怎么回事 就叫 一句话怎么说 有的时候比说什么还要重要 是 你一个好事 你表达不好 还拧了 有可能适得其反 是吧 围棋盘盘 你看这个也是这样的意思 非常有意思 行 我们接着看他们的 他们这台人故事很多 飞出来 飞出来 黑棋就把这个抢了 别的很明显的东西 确实 就是说很深奥的东西 说不清楚 但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东西要说 第一个是朴永勋没棋 他这个活不够细 下边一招棋又不够细 走这个 这个靠 他这个想法太多了 下这招棋的时候 他可能想怎么样 强攻这一块战士从这发展过去 也许跟他有关系 反正也算便宜 但是这招棋不一定便宜 陈澹 如果不走将来有一天 你说白棋飞 黑棋下什么 白棋飞 你不能挡 你挡 挡这不是被冲起来了 是不是 这个冲断了吧 那我要 你只有压 你压它都会再一坏 被排一下 那个形状也很怪 给大家画示意图 对 就是说这种细小的地方 它的味道挤住 你这个不能被它断 你只能鼓 它再一顶 你只能接 然后它再拌 怎么你飞完了 它还把你挡住了 顺便把你挡住 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 这棋都很有意思 在一定的时候 它有没有这个 在尖吗 你创它利压 现在的棋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说实话 我们过去下棋的时候 有些思维定势 不够那么敢想敢干 现在什么事都有 你看你竖下去 它把这个穿上来 你说这谁厉害 这个受不了 受不了 好 所以第一时间 它一走的时候 你大概只有挡 一挡它再蹲 再蹲 你补 让你补 你这块棋都被我切断了 所以这招棋是 朴永勋第二个 但是总的来说 保留的话 可能还有很多别的变化 有 很多 结果它就盖了 你还退了 这就干净了 对 这以后 这敢不敢挡 还得考虑一下 对 你实际不好 你挡黑器 先挡住 撤了再说 行 我们接着看 这是不是做了准备工作 要吃人了 刺 接 进攻 这进攻当然也不一定吃得掉 它这种进攻也挺直接了当的 要不立一个算了 立一个白棋它这边没空 如果这边有一个子它可能立 现在反正都没空 所以干脆把眼位破了 黑棋跑了 但总的来说还是全局形势是黑棋稍差 但是黑棋空多了 强了很多 很好 我们接着看看 这招棋是大方向 是吧 最凶的是这个 最厉害的是这个 变化很多 周围白棋人多 它主要是挤压你的眼位 你要搬这个它就搬这个 这个太厉害了 然后你要走这些 当然它把眼位已经给你挤压 退这个都可以 退这个也行 它挑这个 那么黑棋跳 是吧 它是整体进攻 白棋尖 是尖吗 是尖 但是尖感觉又在鼓自己 这个空大 承担这个不得了 你不尖 它再也飞 你全部漏了 全部破烂 搞不好战火烧到这儿了 这块还有问题 但是它来得及飞吗 这块您就不管了 对 那么他们两位刚才说了 忠心思想就是他们下的这个棋 是如梦如幻的棋 好像有好像没有 就在这方面 这两位都是高手 大高手 所以批语逊就是一边在进攻 一边又看着实地 有了这个之后 除了有这个棺子 是吧 在条件许可的时候 还有这个 你要这样吃它就有点吓人了 这个有点恐怖 他搬里头算了 你搬里头算了 你搬里头算了 你搬里头它就罚着站 立下来 下一步软头你受不了 你这个被我搬软头 这个受不了 那我搬里头 所以你还是只有走路 它可以拉回来 可以把你的脚给你拉掉一半 因此这个很大 这个是批语逊的擅长的地方 我们接着看 那就补回来了 陈阳叶补 对这个补是隐忍 也是就是说把拳头缩回来 我们感到这边其实陈阳叶九段 在体会这种东西的时候 和我们诠释这种东西的时候 他招法比较多 其实他这招也有这个意思 虽然我们推荐他枪口抬高一寸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棋仍然很难说 那么白棋下一招 我们看看 朴永信下的是掉 掉这个他后悔了 刚才这个没提到 现在提后手了 人家不理他了 变成后手关子了 刚才第一时间提是最好 因为跟这个脚上的死活有关 没关系 现在就差多了 行 那么下一招陈阳又提起活了 黑棋就提掉了 一提掉之后 白棋一看很无趣 没得走 怎么办 只有不走 就拐下来了 对 那么黑棋又从这来进攻 是吧 你不走 我就走 是这个的 让白棋靠 他得连回来 对 黑棋顶 这个就不说了 看起来招法非常平淡 但是变化有很多 就不说了 没法说了 只能提到 这个棋 白棋是可以走这个的 那么黑棋肯定是要打的 白棋还有这个打 你这个一定要提 他还有这个打 打结究竟怎么回事 不知道 是吧 你要走这个的话就糊 这是什么情况 有这个东西 但是就不多说了 因为涉及到结什么的 就不说了 因为黑棋是断然不会立的 这一立再被你走 将来这一打 你都没法补了 明显被白棋便宜 你只有补这个 那就太丢人了 是吧 但是你又不能接着他走 这个棋心不舒服 而且白棋这一串 全部厚了之后 大家抠小棺子的时候 双方差距很小 这些地方 白棋总是藏着木 黑棋受不了 行 这个就不说了 黑棋下一招停 这是必然的 朴远逊之所以这样下 可能他还是判断 觉得他形势不错 这个形势 我本来说咱们是不是给大家判断一下 感觉白棋没什么空 对 这地方基本的空 这个地方是8 10 11 12 13 14 这个地方你给白棋算15目 肯定是不过分的 16 17 18 19 这个地方是5 6目没问题 所以36目左右 黑棋必须要有45目以上 是不是 这种脱退是白棋的先手 还不要说这个了 那么你是24 6 8 10 12 14 18 22 24 25 26 27 28 29 31 32 33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5 还挺细的 但是考虑到周边子力的情况是白棋好还是白棋好 潜在的路数会多一些 对 但是王老师这两个人尤其是朴永迅可能对自己的官子更有信心 他就是愿意下到自己擅长的局面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看看这个官子是精彩的进程 好 欢迎回来 这盘棋非常好 确实一点都不负盛名 什么盛名 就是同礼碑第十七届中韩天元对抗赛决胜局 对 因为刚才说了中韩双方是8比8 这盘棋决定谁领先一步 它有很多故事 因此陈南我给大家 现在我们给大家聊这个题的时候 我都是情不自禁 由于它内容很多 情不自禁把语速都要提起来 要不然一板一眼的聊 好多东西就聊不到了 所以抱歉 我今天语速有点快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故事太多 反而是和平的景象当中故事更多 战争年代还好说 一块钱没活 你怎么攻它 怎么借公鸡占便宜 是吧 和平年代就减不到 你还乱说不清 这是比拼功利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棋长 白棋该是脱了 白棋是脱了吧 我看看瞧 我看看瞧 对 脱退 这个很大 他是不是判断形势好了 他要不然就靠进去了 没有 现在这有紫了 靠差一点 脱退再说本来也大 他认为差不多够了 我觉得也是白棋稍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陈耀宜要跟他拼 黑棋是不是 继续追究一下 这个地方的作战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四连飞连 白棋下一招尖好手 我觉得还是要充分肯定 朴永迅九段过去作为超一流棋手 现在稍微面一点 他也是老牌世界冠军 但是他棋很全面 确实很好 我们看得出来 下成这个棋型 白棋周围都不太舒服 结果白棋下一个妙手 这个是小妙手 他就在这挤一个 他也是防这个段 对 借力而行的好棋 那么陈耀宜叫吃他接 好 下边一刀起 陈耀宜九段就暂时放下了 因为如果你要接 白棋可能下一招是霜 这个地方四连飞连 关键它鼓或者说是虎头 鼓一下基本上先手 破破烂它是连上的 你来不及 因为它这也可以连 所以可能陈耀宜觉得力量不够 当然贴这个也是一个下法 贴这个也有很酷的变化 他就会走这个 你走他得冲这个 这个就说不清了 我们接着看 在冲这个 所以和平年代的故事 比战争年代不逊色 你走他再断 你提他把这个断了 这个 所以你冲这个的一瞬间 白棋要先提这个 那么黑棋也许用这种方式来吃掉这一块 白棋把这个一竖进来 你整个这一块 这是死了还是活的 说不清楚 我不知道 各位戏友大家知道吗 它蕴藏在这种变化的可能性 行 不说了 然后再来看 陈耀宜九段在这暂时就放下了 对 但是他沾一个应该是先手 无论如何玩 您得补一个 他补一个 关键下一步你撒不住车 你比方说你一沾他一走 你撒不住车 你不亮剑的话 只要被人家把这个一鼓 你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他这个他也害怕 因此他下一招棋 他这个肩就跟刚才这个变化就有关系了 朴永迅下一招棋也很鬼 他就同时觉得形势不错 不然他应该断这个 断这个黑棋 要是对白棋别的地方不能有切肤之痛的话 这个棋就输不少了 这个太大了 朴永迅大举围壮就把这个断掉了 那么陈耀宜终于也把这个补回来 是吧 我看看 他接着走了几招 这个地方很遗憾 这个刺非常漂亮的一招 见缝插针 但是接下来的变化非常遗憾 我们接着看 这白棋就没跟着这样连回来 对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唯一刺你必须要接 是不是 你必须要接 让它便宜了 这块棋的守护问题缓解了 在收别的棺子 结果朴永迅挡这个 寸土必争 来 陈耀宜这个冲 这个非常厉害 这招去点一个是非常现成的一招 它一挡的一瞬间 你一点白棋浑身发麻 最终不得不连回去 对 那就亏了 黑棋反而便宜了 这一点点在穴位上它动不了 它走这个 然后黑棋把这个补回去就是了 什么都没有 过去收官 先手把这个尖到了 等于 结果陈耀宜的九段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棋非常费时间 费精力 所以我估计下到这 说不定他们都读秒了 而且又是中韩围棋媒体高度关注的一局 分水岭的一架 好 我们接着看 白棋 朴永迅很顽强 这个尖 这个尖 在岩石旁边找一个洞 找一个孔 是吧 要攀岩 最早期也是 在岩石上的攀岩 最早期下的有功夫 叫吃 接上 再搬 这都是必然的 必须要挡 打这个 接上 顶 接上 不能动 再顺便切断 接上 刺一下 这也得沾 最早期陈耀宜觉得有点较劲 它有点 最早期还没有 它有点较劲 就是不幸以这个人便宜 里和外的交换 其实可能是冲断好一点 算了 就不说它了 一次一接 结果上人家这一接这块棋活得好好的 黑棋当然下一步急 反而再长 占点便宜 接上 你看这两个眼瞪得圆圆的 不仅仅是两个眼 两个半眼 这个眼没有都是活棋 这只需要有半个眼 这就是活棋 总而言之白棋活了 活了半个天 我们看黑棋这个冲断有什么意思 对外面是不是 好一点 但是里边木数损了 对 等于人家又挡了又搬接了 木数损了 现场的木数损了 所以刚才挡的时候 陈耀宜一点 这个棋就更漂亮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层这样之后 黑棋必须要回补 太大了 白棋也占一个 对 故事很好 黑棋来挤压 顺一手 白棋 反击 飘永远反击 刺 接上 再一扳 捕回来 团掉 提掉 然后长探一身 这一端黑棋不能动出 没有办法全吃它 因为它断了先手 只要白棋这招棋一冲出来 黑棋的形状就崩了 但是我很想加一下试试 对很想 你很想试试 所以陈来你不行吗 你当不了天员 你总是要试试 一试一看得 不行 这是调侃 总之 长探一声 还是说回来 这番棋 我觉得陈月月九段它的冷静 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 但是毕竟是冷静 这个冷静很好 有好多机会是我们坚持奋斗得来的 有些机会是我们坚持等来的 该等的时候要等 那么白棋断 这是好棋 全局还是细棋 白棋稍好 我觉得 是不是白棋稍好 应该是白棋稍好的 行 断 接着往下看 黑棋下一招 陈月月九段爬 爬了这个 这个大 因为注意 这个一断了之后 这块棋不是很怎么样的 得交代一下 对白棋斑 这招是朴永勋九段 所以有的时候对对手太了解也不好 朴永迅对陈瑶也一定很了解 因为陈瑶也现在名气太大了 他的特点 陈南刚才都说了 过去叫 你用了一个材不太好 叫地铁流 钻山豹 钻山豹 非常注重边角的实地 这是过去陈瑶也九段的给人的印象 但现在人家与时俱进有变化 所以朴永迅十分了解这一点 了解过去的陈瑶也 他就这一斑 你肯定要挡 这个棺子太大了 所以我估计是独秒的时候下的 独秒的时候不愿意浪费劫财 但是没想到就没搬到 平安也不理了 就这个地方 我觉得白棋大概走在哪一线 就这一线 上方 对 这一线一走 应该是白棋行事不错 因为他对你这块弱影弱线的有些影响 这模模糊糊的有一点空 还有他把你完全切断之后 将来他走这个的时候 你这块棋如果还要这样去活的话 这招棋有先手八目左右 价值很大 就几乎比这个都大 好 不说了 他搬了这个 陈瑶也下一招棋下得非常机敏 应该是大踏步前进 对 当然他不服 爬 这时候再倒 陈南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老鼠偷游有没有 现在偷不了 我是搬家 他有个搬 现在偷不了 老鼠偷游这地方必须要是硬腿 但是这个棺子很大 将来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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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说回去 提先手 必须接上 是吧 有点棺子便宜 棺子很大 也很大 但是没有这个大 下边一招棋 一瓢酒蛋跳 是吧 是 我看看 应该是跳 36 37 38 对 跳 这个跳 又是 放在显微镜下 看 有点问题 形状很漂亮 姿态占得很好 但实际上 这个棺子可能是反击好一点 我觉得可能是 至少是尖这个好一点 尖这个好一点 反击不见得好 就是尖 保证这个地方破破烂烂有点联络 和这个地方形成一人一个的态势 跳这个 他一跳这个 陈小叶一看很高兴 下一招可能又有点放松 就是这个尖 这个尖有点问题 因为尖完了之后 还要断这个 对 将来 你就是有需要的时候 你还是没有连上 如果这个棋型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一招棋最大 它确保这两块全部连上了 因为反正都没连上 将来人家还有一个段 所以这招棋下的高兴了 我强烈推荐他这招棋下这个 照我的判断下这个 黑棋就赢了 你必须补这个 因为你补这个不行 它尖刺了 你必须补这个 它尖是妖怪 这一尖把眼位防好了 这块棋的情况改善 然后这块棋就好了 将来你双刺的时候 他就顺便搬 这个就是后手八目而已 不会成为先手八目 以下变化很多 我们就来不及弄了 反正你这必须要补 这样我觉得是黑棋营 好 结果他下的高线 他又下这个 人家冲一下倒是好 人家不冲 讨厌 这一尺 这个地方有1 2 3目以上 加上4目 再加上这个的威胁 黑棋感觉非常不好 又有点小失误 我们就都往下看 139 140 141 斑 还没硬 白棋不硬 斑这个也很大 142 黑棋 143 尖 白棋 这个要补了 144 这个不能补这 因为它这两个先手 这有个胯 所以它必须保证 让别人再打一下 对 打一下 接上 然后贴 是吧 现在没下 145 146 这个必须要补了 147 148 149 这个必须要补 不然这块棋 这没连上 这要连上就没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刀棋刚才有点养尊处优 149 白棋 150 接着这个地方出现 没有发生的 但是波澜壮阔的故事 太好了 黑棋 一路斑 这个斑 是陈耀叶咬牙一拼 这个棋 可能它 因为它们数目很快 独秒的时候是60秒 是吧 陈兰 它大概用20秒左右 五次一分钟 就把全局的空数清楚了 20秒 我估计 然后用30多秒来确定 这招棋应该怎么下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数清楚 发现这个棋 居然黑棋还是不赢 因此 陈耀叶这个斑 是一个胜负手 是拼命 白棋一定是党 因为它这个地方不能走 一党一接 朴永逊如果形势 他能不清楚补一个 那么黑棋这个就搬过了 搬了连搬 对 它就搬了搬过了 这还横着吃一个子 这个木树也不一样 就好一点 但是朴永逊也是老鬼 是吧 没股棋 所以下一招棋就下力 本来它可以搬 你要挡的话 它再补活 它已经比刚才好了 但是你搬完了之后 它又涉及到棺子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搬完了之后 黑棋就不马上吃了 将来有招一日 你粘回去的时候 发现这两个亏了 你应该单力 我说到这儿恐怕我们有些棋友已经听晕了 就是你这个逻辑心在哪搞不清楚 但对他们高手来说非常清楚 好 下成这样之后 所以朴永逊单力 接下来 对到棋 陈二爷独秒身中 不能不跟敌人拼 所以点 因为陈南他是这样 先手吃一个子 这个木不够 你吃人家的尾巴后边追吃 你先手拔一个木树力不够 这还不行 这不行 你吃了先手紧不起不够 所以他一定要点 一点 朴永逊也是 这个地方同样要做打结活 它当然是力最好 因此打结活 你知道这个地方怎么打结吗 给大家摆一摆 打结我就铺一下 然后您提掉 我打吃吗 对 没错 这就是打结 那么结枕一放在这的时候 我们发现不对 白棋可以暂时不走 你黑棋一招解消不了 当然白棋终究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上边的棺子和劫材这都不一样 好 下到这儿 下一招又是陈瑶爷的拼搏 他叫吃 放弃打结的变化 放弃打结 因为自己劫材多 这样就双火了 这样黑棋就接近于先手双火 就把刚才白棋有的二四六 六幕半棋全部卷光 它成为有眼双火的情况下 白棋 黑棋还有一幕棋 中国规则的话是便宜一幕的 然后最后一招 再把这个一挡 陈瑶爷如意三盘一打 这会赢了 王老师 这个叫做莫须有 也许赢也许不赢 但关键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变化没出现 这个变化一出现 陈瑶爷马上头子就要认输 这个棋就是朴永迅在黑棋 陈瑶爷吃的这一瞬间跟他拼 因为陈瑶爷久必须要拼 是吧 朴永迅这个接 他应该不走 这个地方 哇 这个钱就受不了了 这个棋 刺 你总不能不理 他那块全部不要不过二十木棋而已 这你必须要接 你不能一别的 你走这些亏了关子了 他不理了他就补 然后待会这一搬你怎么办 就举个例子不会爬这你只能粘 才能他再刺这个 刺这个 你也可以吃我 你吃吧 你吃我下一步这个飞起来 你这个全部要出问题 全空了 全空不行 是吧 那么你走这个也是亏的 这个它拉回去 这还要刺 好了 你这个是不是要接 那我就粘上吧 你粘上 下一步也飞这个 这个棋立刻就崩了 太恐怖了 你这个不能让它连回去 因为你走这些 它这一靠已经出来了 那边还没死 是吧 那么你只有走这个 走这个 我们再一看 它一退 这块白去活了 非常遗憾 它已经活了 我挡下来吗 对 你挡它就挡 这些你吃不到 这一粒有个鲜手 对 它先挤 它咔嚓一段鲜手 你脚上气不够 你再挨着圆 活了 这么小个空间居然活起了 关键就是它点刺这个 看你怎么下 这个点不赔钱 不投资 是白便宜的 这个点刺的时候 这个黑漆怎么硬 我是希望成就断有高招 我看这一点 头皮发麻 不好对付 不好对付 你看吧 就算你挡这个 它就走这个也行 你几乎只有送这三个子 送这三个子 那么放在这儿 它已经很大了 那么除此之外 这些都很危险 刚才摆了一个图 此外 白旗就算单挑这个 还是一招棋 也很讨厌 是 这个还是要搭出来 对 还是要搭出来 无论你硬什么 它还是要搭出来 最苦肉计的 它就断这个就行 断这个都是一招 一走一叫吃 至少这都是利益 这还有斑 所以我就是夸张一点说 陈耀岳咬牙拼 陈耀岳心里很清楚 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有问题 咬牙一拼的时候 朴永俊有一个机会 可以在这儿占若干便宜 刚才我夸张了一下 就是说他立刻要投资 不一定投资 但是肯定是有很多利益 还有这种定时驾弹在后面没有发生 很精彩 因为我们棋局虽然大家都是顶尖高手 但是确实不能要求人家每一招棋都是无懈可击的 没有这样的人 那么围棋这样 我觉得这个比赛才精彩 就从胜负角度来看的时候 这样才精彩 好 白棋接了 对 实战阵就双火了 这个双火但是未尽 黑棋下一个挡住 挡住这个就没棋了吧 现在没棋了 说了就有点害怕了 害怕 挡住 白棋下哪儿了 我们看一看 朴永勇 这个棋目数还是靠 对 是靠 黑棋爬 挡住 对 双方就在收关了 因为黑棋这个跳也很大 黑棋下一招是 应该是充这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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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三招 七十一千万别忘了 七十一 七十二 有很多精彩故事 黑棋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加 这个加那木数并不是很大 我们确实要提高语速 提高速度 因为后边有很多精彩的东西 七十三 来 七十四 点了 独秒点了 七十五 七十六 这个就现在可以理解了 我们以这个速度给大家介绍这盘棋 可以说是最近的民局 仍然有很多遗漏 很多东西顾不过来了 挡住 七十九 八十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虎 这个棋是不是能扳进来 没有 我这个用先手一打 虎就行了 一走一接 八十八十一 是不是 白棋 八十二 不 吃这个 这个挺大 这个吃很大 但是这个也在陈牙越九段的预算之中 就只有给人家吃了 没办法 不然你就补一个 八十四 黑棋 八十五 没有 黑棋 八十五 我看一看 是不是 班决定 这个也很大 八十六 八十七 白棋 白棋 八十八三 这个棋也很大 这是一二三四 四木半 五木棋 根本就是五木棋 八十八 黑棋 八十九 提掉 白棋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很细的地方 斤斤计较这些棺子 可能在我们广大棋友当中引起共鸣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但是我还是要说实际上这种地方味道简直是一言难尽 当然大家更喜欢直观的东西 更喜欢直观的东西 尤其现代社会都那么忙 是吧 这些新闻都是看个标题就得了 内容就不管了 这个也可以理解 但是我仍然要说 如果各位有闲工夫的话 品味一下这些 其乐无穷 我们接着看 九十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二退了 是吧 九十三 这个力也很大 这个力它看起来好像没有尖大 但实际上这个故事摆给大家看看 如果被摆起一斑 你肯定只有拖鲜 它下一步再一斑 你只有挡住 哦 这里头有一个著名的棺子 你承南 你摆给大家看它 我想想看 断这个 对 好奇 它只有吃 铺这个 对 我在吃 没有就不走了 就不走了 将来这全部走满 你总要补一个 对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以为承南这个棺子是不是小了 不 人家是高手 人家看得很远 跟这个有关系的 所以它力 那这个有 嗯 这个跟这个价值是 这个 那陈耀岳认为这个大 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 我就说陈耀岳认为这个大 我觉得它是对的 呵呵呵 可是要计算起来呢 也很纠结 有很多 同时呢这个斑完了就结材多 嗯 结材也凭空增加一些啊 嗯 它力了 193 白棋194 这个肩很大 肩这个 对 黑棋195 这个必须要吃了 嗯 不然人家这个一桶子出事了 嗯 195 196 197 山上吗 嗯 197 白棋198 这个是朴永迅的这个 嗯 很不错的一首棋 嗯 这个我们后盘的故事 基本上从这开始讲了 但是最终呢 朴永迅真是光荣牺牲啊 我们陈小远一定很漂亮 对 不过还是要说他这个本来呢 他意识这些都很好 但是最后林的那一脚啊 他还是不如我们陈小远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没有办法 就是年龄长一些的 你比如大了五六岁七八岁这些啊 跟年轻的下就是不行 嗯 因为围棋呢 不仅仅是围棋记忆 还有体力精力集中力 嗯 还有这些的这个 嗯 还有朝气热情 还有这些方面的一个综合体 你哪一个素质不行都不行 朴永迅也大不了几岁 两个人应该 他是85年的 就是陈小远也是89 那这个也差好几年了 嗯 差了四年 85差四年了 嗯 好 他也这会儿非常清楚这个棋很细啊 嗯 说不定他还判断黑棋不好 对 所以呢寸土逼真 搬 搬这个 搬这个 搬上 搬上 他是立 哦立这个 寸土逼真嘛 这棋太细了 嗯 这个棋呢 下边一刀棋呢 我认为白棋大概就这么一段 你挤完不就是要断吗 嗯 是不是你就威胁他 让他单关接嘛 人家又不接你就不断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逻辑上说不通啊 嗯 对于你威胁了人家半天 人家 结果人家不听你的 你还是什么动作都没有 所以这个要断 这个断完呢 我觉得这个棋应该是白棋能够小胜 哦 你留在哪呢 现在满世界胜的棋子都是两目左右的棋子 嗯 这一段你必须要做活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这一斑呢是可以挂一点棋子的 嗯 这给大家看看 你只能走这个 这一斑你是不能动 因为它一吃鲜手这一斑不能动 你走这一打 整块这块棋要死 所以一冲一挡再一斑 那么几乎只能拐 你拐它就一接 你只能吃它一接 你只能任何方式补 这棋黑棋还很苦 补一个 嗯 那么它这个充实鲜手 它吃呢 呃 现在这个棋我看看 瞧 这不是死了吗 这个 倒是死不了 嗯 这个棋倒是死不了 没错 它妙手活棋 你分断它一斑 对 是吧 刚好能活 刚好能活 但是这个棺子也瘦了 还有另外一个才能 结才多了 啊 结才多了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千里之外 还有一个这个 哦 白棋还可以 它自己这块不活了 他说我一定要把这棋木棋给你守住 嗯 那么怎么样决定这道棋的好坏呢 嗯 就是结菜 是 谁结菜多谁厉害 因此呢 我觉得白棋如果这个一断呢 应该是白棋会胜 嗯 啊 我们还有没有时间接着再看一点啊 我们还可以再稍微总结一下这番棋 总结一下啊 嗯 这个就故事太多了 行 我觉得那差不多了啊 因为后边还有好多招法 陈耀叶到最后一刻都还有苏旗的危险 就是 只要朴永迅敢于把炸药包一点 嗯 一打吃 但双方啊 这会儿都读秒读到最后昏天黑地 可能是有点够呛了啊 嗯 最终呢 陈耀叶很从容的把这一点补回去了 是 外边的景气补回去了 嗯 这样呢 就最终黑骑士赢了 按中国规则是四分之三子 嗯 按木数来说呢 不是半木 是一木半 嗯 还是很漂亮的赢了 是 王老师那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行 是不是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给大家再把这个事物再整理一下啊 嗯 因为要是没有为了把这些招法都摆出来 那大家也眼花缭乱 总而言之呢 就是到后盘 最后一刻要增胜负 左上角那个结 要引爆 是一个白棋必须拼的 他也不一定赢 但是他必须要拼 嗯 朴永迅呢 后来大概就是觉得也没有怎么弄得很清楚啊 也有可能啊 最后呢 就一物战绩 最后陈耀叶叶不赢了 总的来说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 这盘棋没有我们大家看得很多的 一看那种棋就要说 哎呀 精彩分成 血气方刚 就这样的感觉的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大杀大坎心的 对 它不是名战 它是暗战 它不是热战 它是冷战 而我觉得这样另外一种画面来展示围棋呢 很好 恰恰跟这两位啊 他们的棋风呢 原本的棋风还是很接近的 不光是 冲冲冲 刺刀剑红啊 冲冲冲 刺刀剑红 不光是这个 从黑棋这个大赵开始 双方在这一代的推手啊 太极推手啊 很有意思 此外呢 有几招棋希望大家留有印象 陈南我们总结一下啊 这个流行定式的黑棋的单力 希望大家留下印象 是 就是白棋家的时候黑棋单力 这个留下印象 具体招法还有第二号 就这个地方的二路先露 问他印手 然后再决定我是进脚还是跳风 嗯 好 呃 此外就是右上脚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建议陈九段 是不是把枪口抬高一寸 撑满一点 撑满一点 故意露出一个让你来穿向眼的缝隙 这叫脱刀剂 欢迎他来 然后对他有威胁 嗯 呃 呃 此外当然就是左上脚这个结了啊 这个结已经这一段 还有这这代的变化 很恐怖 真是 后来才发现这一直没有点燃 对 这个就是三国当中很著名的一出金句了 叫空城记啊 啊 叫 呃 他完全这个不设防 好 那王老师今天这盘对局呢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欣赏到这儿 最终谁要列是2比1战胜 朴宇逊为中国队9比8在这项赛事中首次实现了反超 嗯 好 那这番题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好 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文明的那呢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感谢电视机前的奇迷朋友的收看 奇情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